白色BMW看到眼前紅燈 油門一踩加速左轉通過 這輛違規的駕駛 就是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王毅川 就是有民眾檢舉說呢 這個王毅川他要北檢的過程當中呢 是兩次的違規 短短六分鐘王毅川又一次無視 早早亮起的紅燈直接往前開 根據徐曉星收到的爆料 這是6月11號王毅川前往北檢應訊時 兩度違規遭民眾檢舉 前往北檢的路上呢 兩度闖紅燈 其中一次還是闖紅燈 違規還左轉 所以呢這個路上顯像還神 我是覺得這絕對不會是巧合 所以我已經跟警方報案 那要找出是什麼特定的人士 接受誰的委託 然後呢這個對我進行這樣 一個監控的行為 徐曉星也很快反擊 PO出外送單 表示6月11號當天 在家裡跟助理開會 還叫了咖哩飯 人證跟物證都有的不在場證明 影片中啊這個我的 這就是這個車輛啊 如果有這個違規的行為 收到罰單我就繳罰單 但這其實不是王毅川第一次被募集交通違規 去年12月也被抓包紅燈左轉 當時稱會馬上繳罰單 之後開車會更小心不要違規 沒想到才過半年再度違反規定 不曉得他去北檢是為什麼這麼急 是不是他心裡有點擔心 他的這個監控的事件 然後北檢會不會查出更多的這個弊端等等的 你說有資料但是不願提供 那這個我在裡面講 就關於這一個案情 因為檢察官已經有案子了 也傳我去做過這個相關的說明 所以我就不對外在談這個案情 青鳥監控門說不清 王毅川違反法律事件再加一 記者石文賢張良浩台北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